后人有很多误会 认为什么呢 国家有灾难 我们来做发挥 送金拜佛求佛福萨保佑 这变成迷信了 真的是迷信 佛讲得很清楚 一切法从心向神 佛没有说灾难来的时候 你们大家都要拜佛 烧香磕头 佛菩萨保佑你 没有说过 佛菩萨用什么方法保佑你 用教训 把道理讲清楚 灾难怎么发生 如何化解灾难 跟科学家 布莱登讲的意思是一样 叫你断无修书 叫你改邪归正 叫你端正心态 为什么呢 静随心转 我们人心变好了 山火大地 灾难就没有了 它都跟着变好了 人身体 心好了 身体就好 为什么 身是境界 身是随着念头转了 你念头善 你身体没有一样不善 一个人天天想阿弥陀佛 天天想无量受精 他身体怎么可能会变坏呢 哪有这种道理呢 如果这个人天天想的是杀到阴望 是自私自利 那是损人利己 这人肯定有病 你去检查 他身体一定有病 为什么 向有心神 尽随心传 他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你解决 这个方法 现在大家承认这是科学 符合科学精神 他不是用迷信 迷信这种祈祷欺负 有没有效 有效 我讲过了 指标不治本 临时可以舒缓一下 不能治本 这个灾难轻一点了 时间短一点了 过几天 你的毛病就发了 没治本 你的念头没转过来 要身体健康 一定要持节 要地球健康 也要持节修订 我们持节修订就能影响地球 不但能影响地球 能影响太阳系 能影响银河系 所以 2012 银河对齐 这个说法 佛法是有方法化解的 断阵心念 真的能影响银河 智行一处 无事不办 我问 释迦牟尼佛 银河对齐 我们能不能办 佛会点头 难 智行一处 真能解决问题 佛学也发现 集体意识的能量 非常强大 那么我们就能在这个地方明了 体会到了 人亡互过 就是集体意识 能化解人为的灾难 能够化解自然的灾难 这懂理才行 佛法里头丝毫迷信都没有 超度为什么会有灵意 没有别的 就是集体意识 几个人在一起 宋建 断阵心念 以这种断阵心念 来对着这个问题 这个人生病 针对他这个病 他的病就能说话 就能化解 但是病人要相信 相信就很快 不相信就很缓慢 不相信也有效果 效果减弱了 他要相信能配合的话 力量不够 不是没有理 一定把理讲清楚 讲明白 那大家就相信 那大家就相信 请不吝点赞 一下